大家好我是Nick 我是迷軟體工程師 我的主要工作是開發網站以及APP 以技術區分來說 我的後端經驗又比前端更多了一些 那很勉強的可以說是一個全端的工程師 有許多觀眾對於如何成為一個工程師 和我的經歷有些好奇的話 那麼這部影片你就絕對不能錯過 然而這部影片會有主要的兩個部分和你分享 分別是我是如何成為一個軟體工程師的心路歷程 以及網路上常見的一些工程師問題 關於我的見解和大家分享 如果你是學生 那這部影片希望可以對於你未來做決策的時候 有一些靈感或方向 如果你是出社會的工程師 或者是其他職業的話呢 那就單純的和你分享我的工程師經驗吧 如果你對這類的內容感興趣的話 就請記得一定要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順手給我個讚 這樣一來你就不會錯過接下來我要和你分享的內容囉 我簡單敘述一下我的成長背景 我是屬於家境比較偏不好的那一種背景 所謂家境不好呢 就是指說 我連國中補習要去上課的時候都是借錢來上的 基本上家裡沒有一天不是為了錢而吵架 然而2014年呢 我於私立科技大學畢業 目前在職場已經累積4年左右的網站以及APP的開發經驗 我在進入職場第二年的時候 在英文還不知道很好的情況下 就已經達到一般人想要的年薪水準了 這裡我想告訴你的是 如果我都能辦得到 那麼條件比我好的觀眾們也一定能辦得到 很有趣的是 我立志成為軟體工程師這件事情 是從我小學五年級就決定好的 這對於許多人來說是一件非常幸運的事情 我在國小五年級第一次接觸到網路遊戲的時候 就開始萌芽我的工程師之路了 也因為從國小開始玩網路遊戲一路玩到國中 再加上自己不服輸的個性呢 就開始研究了外掛腳本 從讀懂別人的外掛 到自己從案件精靈開始寫成腳本的這個階段 也讓我學會了變數、迴圈、流程判斷等等的這些程式基礎 那時候的我並不知道這些就是所謂的程式基礎的觀念 只知道下這些指令呢 可以達到我想要的結果 例如自動練功、自動補寫等等 也是從那時候開始覺得 寫這些腳本非常有趣 連同學都會覺得我很厲害 為什麼這些東西可以自己動 達到我要的效果呢 甚至以前在學校考英打的時候 我還寫了一個腳本自動去考試 然後結果英打的分數太高 被老師約談 希望我就參加英打的比賽 但那些不是我打的 對 到了高中的時候 選錯了科系 我自己選了電技科 當時因為家裡窮 加上自己的成績並不是太好 所以能摸到這所公立高中的尾巴 已經算是非常幸運的了 為了不想讓爸媽花太多錢 畢竟公立和私立的價錢 還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我想說這應該就是最好的決定了吧 畢竟省錢嘛 當時也不懂電機科是什麼 只知道電機可能跟電腦有關 在那個時候我也沒有特別去查 這是什麼 只覺得應該有關係吧 沒想到進去開始念的時候 發現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也因為自己沒有興趣 再加上高中愛玩 所以這三年我都跑去跳舞了 這也就是你們看到現在 為什麼叫做地上滾的工程師 因為那時候我就跑去跳Breaking 直到要考大學的時候 我才意識到 這是一個可以重新選擇的機會 所以當時我並沒有報考電機科的相關 統一入學測驗 我改考了工程與管理類 因為這個類別能讓我最快速達到 資訊工程學系 能夠選擇的一條路 也因為是高中最後一年才開始準備 所以我以一個相當低分的 考到一個資訊工程學系的學校 然而 一樣不服輸的我 再隔一年就轉到了 我自己比較理想的一間學校 在大學時期呢 由於是念自己喜歡的資訊工程學系 所以我甘之如意 也因為轉學的關係 我有很多學分是修不完的 在這四年裡面 我積極的去修學分 還有半工半讀 畢竟家裡窮嘛 是吧 在這個過程中 有一些理論的課程呢 我自己並沒有特別喜歡 所以就很容易像大家一樣 怠惰 睡覺 一樣是有大學生會有的行為 但實作的部分呢 我基本上是卯盡全力去學 因為我對於實作是非常感興趣的 在那時候奠定了 我這現在用到的Linux基礎 還有一些網站的開發 在畢業後當兵的這個階段 我思考著 當時在學校學的技能跟知識 似乎沒有辦法讓我做出一個完整的作品 為此我感到非常擔憂 想說 我以一個不是很好的學校 之後要去找工作 那該怎麼辦呢 於是在應援機會下 退伍前夕我找了一堂 Ruby on Rails的實作課程 那在這個課程 希望可以得到一些比較相關的實戰經驗和作品 於是我又和同學去借了錢 去湊了其他這堂上課的學費 也因為講師和助教本身在實戰有一定的經驗 所以我透過這堂課 去詢問了這些自學的方向 奠定了我 第一份工作史的基礎 於是我在那堂課結束之後 我以Ruby on Rails這項語言框架 成為我第一個軟體工程師的敲門專 然而軟體開發這條路 我的熱忱一直沒有消失過直到今天 或許我不是最厲害的那一個 但我為我能堅持 而且保有熱忱和衝勁感到驕傲 說到這裡 想告訴你的是 條件不比我差的觀眾們 也更沒有理由做不到了 對吧 以下這些問題 是我在網路上看到比較多人問的 回答的準則呢 以我自身為例看到的世界 還有我身邊的朋友的經驗 那沒有科學保證 不過你可以參考看看 通常呢先看公司 如果你想去的是那種大公司的話 由於每一個人都想進去 所以履歷會如雪花般飛來 那麼他們能夠篩選的唯一條件 最快的方式就是選擇你的學校和經歷 但就一般軟體開發業來說 不是前幾大名校的話 我認為其實差別並不大 尤其學歷通常在於你第一份工作時 比較有產生作用而已 在學校可能會聽老師或聽誰說 碩士的起薪比學士高 這在我的職業生涯中 確實是有遇到沒錯 但通常如果你夠有實力 在學士少讀碩士的這兩年時間內 累積實力 在業界彎道超車的工程師大有人在 在我身邊就蠻多這樣的例子 如果你想做的是軟體開發的工程師 例如寫網站 或者是開發APP這種的話 研究所的幫助 我認為並沒有到很大 與其在學校多撐兩年 沒有利益拔河的地方 不如趁早一點出社會 看盡這些現實 是比較重要的事情 學校和社會的距離 還是有落差的 同樣是兩年 在社會上學到的實戰 遠比學校來得多 如果你進入職場之後 對於跳槽 或者是未來目標 有需要用到研究所學歷的話 那麼你是應該要補的 如果不是的話 我會建議你要補 就補國外的研究所學歷 會對你比較有幫助 為什麼呢 一來 洋墨水比較香 通常有待過國外經驗的人 回台灣或者是去其他國家 找工作的時候 也許會是一個加分項 二來 透過學習別的國家文化 協作模式 以及語言 對你來說 只有好沒有壞 因為那會是一段 非常獨特的經驗 時間不會倒退 如果你只是想在台灣 補學歷的話 那我會建議 拿這段時間 去補你的開源專案 或者是side project 演講 去提升自己的品牌 效益會是更大的 我們可以先設定目標 再來探討這件事情 到底有沒有用 你可以先上網找查 一些關於你想要去的工作 他的內容 會需要證照嗎 基本上除了超專業的職缺 會需要用到證照 來輔助的能力以外 我認為考證照這件事情 效益是比較低的 以前我曾經面試過 在學校是證照王的同學 履歷上有滿滿的證照 但問程式邏輯 卻一竅不通 最後 我只能忍痛給他的拒絕性 受網路世界影響 一般抱怨的人 還是會比較多的 在網路上 可以看到非常多的 爆肝工程師 爆肝工程師 但很少會有幸福工程師 一直宣導跟你說 他準時下班這件事情 基本上 爆肝不爆肝這件事情 就我的經驗來說 我曾經待過的事件公司 只有一間真的是比較操勞 基本上 其他的我都還是準時下班 只要你的效率夠好 你的如期完成任務 那麼上下班時間 都是可以商量的 尤其是在新創公司 有興趣的話 改天可以聊聊 關於效率提升的部分 網路上有很多挑戰和教學 可以看你學的程式語言是什麼 去搜尋這些內容 相信會對你有一定的幫助 現在在網路上 開課的人非常的多 YouTube影片 或者是一些教學影片 也很容易被搜尋的到 那麼你可以透過這些影片 累積自己的作品 不論是小玩具 或者是一些小網站 小app 都沒有關係 他只要是能work的 他就是屬於你的作品 畢竟是你親手寫的 他一定會有印象 你可以看到網路上 有很多厲害的工程師 甚至是一些大型專案的開源作者 他們都不見得是來自 計算技科學的 也就是所謂的Computer Science 就連我身邊的徒弟 朋友 都不見得是本科系 但在軟體工程師這條路上 依然努力著 基本上我認為35歲以前轉職 是還蠻有機會的 為什麼會這樣子說呢 太婉轉 除非你的體力 有比時間刺客羅志祥還厲害 睡3小時依舊能夠精神飽滿 不然只要找到決心和方法 我認為都可以達到目的的 我自己在看履歷的時候 不會特別去看 這份履歷上面的學歷會是什麼 通常我都會看 他在於軟體工程這塊 做了什麼努力 也許他有自己寫一些部落格 做一些小網站 做一些小玩具的app 是有實際上線運行的 就算不是特別厲害 我都會覺得他很有誠意的 想要成為一個軟體工程師 而不單單只是想來學習 畢竟公司不是學校 其實沒有義務教會你什麼 所以差別其實是 如果我認為你是一位有潛力的人 那麼就可以在你身上投資 所以教你 而不是一臉感覺就是進來 想要學習稀趴的臉 那就非常抱歉了 每一個年代 都會有家長趨之落伍的科系 逼著小海度 不外乎就是認為 這樣子的職位 最穩固 錢多 發展好 但是 你喜歡嗎 你是不是真的喜歡 那才是最重要的 熱忱和目標才能讓你走得更久遠 只看錢的多寡 很容易讓你迷失自我 真正能讓你賺到錢的 往往不是一個職位 職位只是一個薪資的範圍 和達到目標的方法而已 能賺到錢的公式 其實是你自己的技能實力 加上你的協作能力 乘以影響力 要成為軟體工程師 就是選擇一個 你看得順的程式語言 然後透過自學 和請教別人 厚臉皮的問別人 找到方法 去實作出你的玩具 現在這個世界 網路就是你的大學 因為實體的大學 將知識列印成紙本 在由教授消化過後 講述給你聽 這已經經過非常多道手續 以及時間了 與其等待被教 不如從現在開始自學吧 網路上有非常多 相關的資源可以學習 或者是找到當地的一些me-up 一些社團 相信會有人願意協助你的 歡迎在底下留言 關於任何有關 軟體工程師相關的問題 畢竟我現在還沒很紅 留言數不會很多 我一定都會回你的 趕快來留言 欸 趕快來留言 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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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vigating Cave 點 點 Arthur 評論 variety 點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